尾巴衝突持續延燒 不過我們都知道 這以色列最近是頻頻空襲加薩走廊 不過現在連醫院都成為了目標 他們說因為目的是要殲滅哈馬斯 但是人權組織就認為 這是不是犯了戰爭罪 我們可以看到在加薩走廊 可以說是被轟得滿目窗移 就連醫院也難以倖免 包括像是印尼醫院 阿里阿拉伯醫院 國際眼科中心 土耳其巴勒斯坦友誼醫院 跟聖城醫院 現在都逃不過炮火的襲擊 所以現在人權組織就跳出來了 說對於醫療機構裡面的人員 就算你只是威脅攻擊 或是發動小型的攻勢 都非常有可能 對於病患造成重大的影響 而且醫院是用來救人的 怎麼現在被當成目標了 所以即使以色列指控哈馬斯 把醫院當作據點 把這些病患當人肉盾牌 國際人道賦予醫院 跟救護車的保護地位 還是在沒有證據能夠讓整個轟炸 正當化 所以他認為需要調查現在以色列 是不是已經犯了戰爭罪 但對於絕望的平民來講 其實在加薩走廊這裡 要拿到一片麵包都是困難 這是一支從加薩北部撤離的隊伍 他們都是巴勒斯坦平民 隊伍中有不少人舉著白旗通過坦克 顯然是向以軍表態 他們只是普通老百姓 而且遵照以色列政府的要求 離開以哈衝突的交戰熱區 巴勒斯坦記者在撤離的路線上意外喊嚇 和家人團聚 讓他成為事件的記錄者 也是見證者 這就是戰火下的悲歡離合 根據聯合國人到事務協調廳的統計 北部加薩民眾的撤離情況 呈現倍數增加 已經有數十萬人踏上撤離的道路 人群之中大部分是徒步往南走 也有親朋好友共乘一輛旅車 帶著簡單的行李 離開原本的居住地 顧不上孩子的哭鬧 這對夫妻只能繼續往前走 看得出來年輕的父親 已經有情緒上的起伏 粗魯的拉起女兒就往肩上靠 因為戰爭的關係 讓這個四口之家 必須邁開雙腳才能保住一命 即便他們也不知道 未來要在哪裡落腳 薩拉赫丁公路有太多太多 這樣的故事 也許活著就有希望 畢竟在這場武裝衝突中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造成超過 一萬一千位平民喪生 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指出 其中至少有七成是婦女和兒童 平均每十分鐘 就有一名兒童遇難 這個數據也和加薩衛生部的 統計相近 只不過更細節的分項統計顯示 每五個喪生的平民當中 就有兩人是兒童 以色列軍方在加薩北部的猛雷攻勢 讓多數巴勒斯坦人相信 哈馬斯在當地的控制能力 越來越弱 因為以軍表示 已經攻入加薩市的心臟地帶 同時摧毀上百座哈馬斯地道竖頸 從越來越多巴勒斯坦人 往南撤離的情況來看 等於間接證實 以色列的戰略目標初步見效 而且正在收縮戰術口袋 準備徹底消滅哈馬斯的有生戰力 和基礎設施 CN引述西伯來大學軍事歷史學家 奧爾巴赫的分析表示 以色列國防軍自從對加薩 發起地面攻勢以來 就把戰略目標設定為 孤立和毀滅敵人 從以色列國防軍的行進方向來看 是採取繽紛三路的攻勢 順著三條軸線推進 一支從加薩西北邊境 沿著地中海沿線抵近加薩市中心 另一條則從加薩東北部的 拜特哈農出擊 第三條是由加薩南部 往市中心挺進 以線型戰術穿過中心地帶 由東向西朝海岸移動 直接把城市一分為二 就是要以優勢軍力懲罰哈馬斯 同時削弱民兵的整體力量 達到徹底消滅 這支武裝團體的目的 同時奧爾巴赫也指出 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不時傳出新的進展 像是控制了超過10個以上的 哈馬斯軍事據點 並且起出大批武器彈藥等等 再在顯示 以色列國防軍對哈馬斯的打擊力度 就是朝著摧毀 這支武裝力量的方向執行 而且也確實做到了 先孤立加薩地區 再把軍事資源集中在 重點打擊地區 也就是將加薩分為南北兩個部分 直接和哈馬斯正面對決 不過以色列軍方所說的成果 卻不見得代表哈馬斯 只有埃打的份 因為這支民兵組織 畢竟也接受過 專業的軍事訓練 而且又有綿密的地道網路 可供到處流竄的民兵 執行城市游擊戰 從哈馬斯不停公開的反擊影片中來分析 美國退役中將赫林認為 哈馬斯就算受到乙軍的強力打擊 但是有可能還不到傷筋動骨的程度 換句話說 以色列強調現階段的軍事行動 是以掃蕩加薩城區內的地道為主 只是短時間內還沒看到成果 尤其CNN更對哈馬斯 近期公布的一支戰鬥影片 採用地理地位技術後發現 衝突地點主要在阿塔特拉 沙提難民營 和拜特哈努三個地點 赫林表示 哈馬斯公布的戰鬥影片中 可以看到民兵在攻擊行動時 都會搭配一名手持RPG火箭發射器的炮手 把乙軍駛入城區內的坦克或裝甲車 當作主要攻擊目標 透過迂迴繞行的方式大方能見 哈馬斯這種打了就跑 還有同伴掩護斷後的戰術 赫林認為會是以色列國防軍 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如果這些畫面都是原始素材 而且沒有經過重製的話 實際上能清楚看到 以色列裝甲坦克部隊 在相對狹窄的斷垣殘壁中 迴轉空間和機動性 都受到環境的限制 以至於被哈馬斯民兵 當成火把來打 這種針對坦克或裝甲車 攻擊的畫面不斷出現 也讓很多人好奇 以色列到底有多少軍用的機動車輛受損 不過以色列軍方卻以考慮行動安全為理由 拒絕透露數量 以色列退役上校 艾爾辛就不會言 要完全掃蕩哈馬斯的隧道群 至少需要好幾個月的作業時間 何況這類軍事行動 也無法完全交由裝甲車輛代勞 而是需要步兵或戰鬥工兵來執行 無形之中也提高了 以色列國防軍的交戰風險 這段影片是以色列軍方公布的最新訊息 就是哈馬斯分子將彈藥跟槍支藏在兒童醫院 時間交給佳琪 而現在以色列面臨國際輿論的抨擊 怎麼能夠炸醫院 甚至有人權組織說要調查 他是不是犯了戰爭罪 那麼以色列軍隊現在就秀出證據了 說哈馬斯真的把兒童醫院當作據點 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這以色列的軍人就站在這些軍火的旁邊 他們說在藍蒂西醫院的地下室 發現了這些軍火包括了AK-47步槍 還有手榴彈以及炸彈背心 他說哈馬斯扣留人質的跡象 在這邊都清晰可見 而我們待會看到是乙軍發言人 現在甚至跳出來 他們說他們發現這地下室裡面 不但有廚房生活的地區 還有一個地道竖境 通往哈馬斯某個高級海軍指揮官的家裡 所以他們就很合理的懷疑 哈馬斯根本是把兒童醫院的地下室 當作據點 哈馬斯控制整個區域 在以色列醫院發動攻擊的同時 地下室還有一輛帶槍痕的機車 他們說這個機車就是用來運送人質 直到加薩的最有力證據 接下來還要請家綺為大家來解讀 根據CNN的最新報導顯示 美國國務院內部對於是否 繼續力挺以色列缺乏共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發生衝突的第一時間 美國就跳出來力挺以色列 不過隨著以色列的反攻襲擊 甚至把醫院當成目標 造成很多平民死傷 現在國際的輿論 似乎開始慢慢的倒向巴勒斯坦這邊 不過這樣的聲音 美國似乎也聽到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訪問完中東之後 就發了一封電郵 而這裡面就講到了 國務院的確對尾巴衝突 現在有兩個不同的聲音 就在布林肯訪問完中東之後 他就發了一封電郵 說國務院對於衝突來講 其實現在是有分歧的看法 他就講到 他其實自己也覺得內心很痛苦 他深感其受 為什麼他說平民受難 令人肝腸寸斷 他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內部很多的不一樣聲音 他現在也願意來傾聽 他說華府將舉辦論壇討論意見 他甚至已經要求高層要繼續這麼做 要把不同的聲音都納入 討論出一個更好的做法 那麼美國整體的目標 現在是不變 要終止衝突挺以色列的權力 巴勒斯坦主導加薩的這裡 這也是美國的目標 只不過這樣的聲音能不能真的反應在戰場上 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如果你對於國際消息有更多的興趣 不妨掃一掃QR Code 幫你更新最新的新聞資訊 這是在菲律賓美國大使館外 爆發了警民衝突 那民眾是為了抗議美國 說應該要為加薩維基負責 在嘶吼尖叫聲之下 警民互相推擠 場面一團混亂 200名挺拔了斯坦示威者 聚集在菲律賓馬尼拉的美國大使館外 大聲抗議 據美國當地週二 就有20萬名示威者 聚集在美國首府華盛頓 譴責日益高漲的反猶太主義事件 大喊支持以色列 然而CNN揭露事實上 美國社會近期激起 反猶太和恐慕斯林情緒 紐約布魯克林區 一名帶著阿拉伯投進的男子說 他被一名指控 他支持恐怖主義的女性攻擊 美國人民出現嚴重對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封內部 E-mail裡也承認 國務院內對於拜登政府的戰爭政策 出現分歧 Mr Blinken wrote 不過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持續給歐美施壓 如果以軍不贏得這場勝利 不消滅哈馬斯的話 下一個就會輪到歐洲和美國 每個文明國家都可能會暴露在危險之下 TVBS新聞綜合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歡迎收看TVBS下午三整點新聞 我是顧彩燕 首先是最新的連線消息 謝謝 谢谢大家